烈射近戰聽到熟悉的口哨聲 台鐵人員在月台旁邊 直行吹口哨的時候 你有發現馬騎 他們都沒有戴上口罩 而就這短短不到三秒鐘的時間 民眾有可能會單身成為防疫破口 儘管月台人員吹完口哨之後 馬上就會將口罩帶回 但民眾還是很擔心 可能會有飛沫傳染的風險 可能會有一點點吧 畢竟這邊也算是比較密閉的空間 因為他口罩偷出來 這個泡沫就會跑出去啊 對此台鐵產業工會建議 使用電子哨去戴傳統口哨 初步估計全台車站遇過車長1000人 各站月台工作人員2000人 總共需要3000個電子哨 他其實只要按這個鈕 好像在他就戴在手上 按這個鈕其實就可以發出警示音 台鐵產業工會強調 電子哨的功用是只要用手按 就會發出聲響 還能調節音量 也不用擔心有染疫風險 曾經就有旅客 因為看到我們的月台運轉人員 他因為拉下來然後大聲的逼 然後他就其實有被驚嚇 台鐵產業工會表示 像這樣的電子哨在網路上很常見 價格落在100到200元不等 防疫非常時期 也希望台鐵能夠採用這樣的方式 而對此台鐵回應相關的事 目前都還在演藝當中 記者順利外宣 台北曾報道